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你在裸奔走大街还没人看得见你 这个跨年怎么过的 陈莲 病在家里头 本来想说病好了能出来见个蓝天 结果就1月2号一上午10分钟之间 发现一出门又是雾霾 而且这个雾霾啊 不但你看不见它的裸体 而且听说也使得你这样 还想看的 对 随时 单约 这事怕冲动 但是你知道人家已经 雾霾已经使他要变成后妈了 是吗 真的是这感觉 这两天我发现 之前我们只是讨论雾霾 什么戴什么口罩 什么新风系统 现在大家谈的全都是雾霾移民 我说真的就把北京人变成了流民 尤其是北京的小朋友 发现区里的妈妈 本来以为个人晒朋友圈 什么几个人合伙 在三亚买个房 然后老婆孩子去那儿 然后爸爸两边跑 到现在我赤裸裸的发现 我周围大学同学的群 小区邻居的群 一定朋友圈的这个群 大家都在讨论 从国内到国外 现在已经发展到 本来以为三亚好 现在说了三亚 只有一月份 二月份凉快 不行 今天下午有几个朋友 就合伙去哪儿 去大理 合伙看房 为什么呢 以前呢 说孩子上学之前 你可以到处去 上学就不自由 得上小学 现在听说这个三亚 大理这样的 就新建了很多的国际学校 随时插班读书 为什么呢 就是为了让这些学龄儿童 也能够顺利的去躲埋 然后除了这个之外 更奇葩的 还有什么去国外的 各种什么小国的这种移民 全引入眼帘 匈牙利 捷克 这种二十万欧元 三十万欧元的 就挺多的 再高级的什么 美国加拿大就甭说了 你就觉得你成后妈了 对呀 尤其是 没别的妈妈 为孩子考虑的精心 我觉得人家至少说 能让孩子能够健康的生活 我后来一盘算 我跟老公 尤其在咱们这个机构赚钱 咱们那行那赚钱 赶不上人家那些行业 我觉得我没钱出去买房 我也没钱 一辆孩子到了冬天 就说候鸟 就跑到什么地方躲埋 我怎么办 我是亲妈妈 听听凤凰低收有员工的亲生 老板 老板躲了 是吧 我没说凤凰 你这是后妈 我这实实在在的 做了很长时间的后爹 我就一直觉得 买什么空气净化器 有什么用 直到在 在过节前 我们家孩子他们买了一个测 测这个片段 我给付了 一看外面五百多 家里三百多 赶紧买了些空气净化器 但是我指明要买 德国进口的 日本进口的 就我在想 为什么 空气是中国的 雾霾是中国的 可是治疗雾霾的产品 反而是德国 日本出技术 那我们科学家干什么去了 为什么造不出这种好的产品来呢 而且听说前两天 你还跟人打了一架是吗 你这不是裸奔就打架的 我说来话长 就是你知道现在北京的饭局是高风险 因为你会碰到不同的人 我就选了一个比较安全的饭局 比较安全的环境 在一起聊安全的话题 就是雾霾 我想雾霾大家都有工识吧 没有人喜欢雾霾 没有人也呼吸这样的空气 但聊起来 一个官员 应该是正错还是复觉 级别也不低 就拍案而起 说雾霾就是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 你不当家不知陈明言贵 这种思维 就这种思维 就是你们这些抱怨 就是属于是这个右派反动性格 那我瞬间觉得 黄武圈这两天转的那些愤怒的文章 都是挺有必要的 我本来还觉得大家这么说 是不是有点过了 如果一听有这样的官员 那我觉得说的还是少了 对吧 有 就是包括有的经济学家 也是这么讲 就是说这是个无解的问题 你要怎么办 几百万 就中国高能耗的这种低科技含量的 我就我们河北 这么多钢铁厂 烧的这些个煤 甚至现在还有一些阴谋论 给我讲 我朋友圈里还发一个 就是说不是什么煤 有一种叫高硫石化胶 对 是吧 说你们查一下百度 还是Google 就美国的叫个科赫兄弟 还是科赫兄弟 说这俩孙子 把一种叫做什么高硫 什么什么石化胶 卖到中国 全世界都不要 中国就烧带玩意儿 烧带玩意儿产生的那个流 极高 那不是真的假的 我不知道是不是有 这种阴谋论 各种都有 这种问题就中国买 你卖德国人就买吗 对不对 所以就是说 你刚才讲的这个 让我想起 最近我们老请 人民日报 辖克岛 斯图格子来聊 我发现人民日报 也能开得起玩笑 就是说 可以讲真话了 美国当年45年前 人民日报 是怎么痛批 美国的 原文标题叫 美帝国主义 一天天烂下去 社会危机 日益深化 空气河流污染 极为严重 你看当年的 就是说 这个美国垄断资本集团 不顾人民死活 盲目扩大生产 疯狂追求 超额利润的结果 正在美国各大工业城市 及附近地区 造成烟雾弥漫 垃圾城山 污水遍地的 严重环境污染现象 然后你看 又一篇 新华社讯 华盛顿消息 美国垄断资本 为了疯狂追逐利润 不顾人民死活 让大量工业废水 流入河道湖泊 工厂烟尘 随风乱飞 有毒气体 到处扩散 这是美帝国主义 日益严重的 社会危机的 一个方面 这就是几十年前 几十年前 也就是说 美国人现在 给我们当家做主吗 他是祸害了自己 然后又来祸害我们吗 这是一个 现在我们常见一个逻辑 就说 大家当时批评 我们现在看 我们说 当年英国发展的时候 也把伦敦弄成了雾都 也死了很多人 当年洛杉矶也有雾霾 说当年东京也有雾霾 就说 给雾霾辩护的 纷纷引用这些理由 但记着 我们中国发展 是比人晚这么一百年五十年 我们多次说 我们不能走西方 发展过那些老 我们不能走 先发展后污染的环境 这个道路 但现在就是确实走 而这几年并没有见明显的好转 所以是不是这个老路再不想走 也不得不自己走在老路上 但是现在最大的问题 是我觉得 政府的对霾成因的分析 包括他的一些对策 为什么跟民间的这个感受 出现了这么大的 可以说是撕裂 比如说政府说 机动车是主要物软源 那民间一定有人站出来质疑 前两天看了那么多照片 对吧 说记者深入这个雾霾的源头去拍的 那真的是触目惊心 政府说这个吹烟 我们做饭 或者是烤串产生这个问题 老百姓觉得啊 可能是这个高流焦 那政府现在又说了 说啊 可能是不 可能是有一些这个什么厂啊 这样这样那样的问题 那老百姓站出来说了 那真的能让这些厂开下去的 这不是我们老百姓自己 其实对于物软源 我们官方应该是非常的清楚 我举个例子 我举个例子 真的清楚吗 九三阅兵时候 埃派克时候 天那么蓝 嗯 那么怎么后来又不蓝了 就是说明说 我们这些血它蓝的时候 就可以蓝起来 那么就说 对源头是非常清楚的 机动车 应该最多是20%的贡献率 其实更多就是这些三高 像钢铁厂 石化厂 像河北 就有很多这样长的河北 河南 山西的一部分 以及山东北部 这一块整个北部 它形成了这个污染源 非常严重 我举个例子 我去唐山 唐山人民很有幽默感 赵立荣的老家 唐山人民说 看看我们现在的世界的钢铁排名 如果不算河北的话 中国是世界第一 真的是 我也是到这十几年 我才恍然惊觉 河北原来是中国钢铁的重镇 我去我以为什么安钢 武钢 什么的 那两天我们河北这么能造烟 而且如果不算唐山的话 河北是中国第一 明白的 你看看他们有一段视频 就说这个霾是怎么样 从南边画一下袭击北京的 说拍到了 这就是1月2号那次 火 哎呦天呐 你所以你就刚才这个陈琳讲的这个问题啊 我也是意识到了 前两年呢 当玩笑话说 现在有点当真了 就是这个移民 是 就是现在我可以确实的知道 比如说我的一些朋友 他们这个季节已经不在北京了 啊 已经就有有条件的去外国 没条件的到什么大理啊 呃三亚呀或者这就这些地方 甚至还有很多呃不能说很多 相当一部分北京人 已经在这个威海 对 青宝 什么荣城都有 买了房子 买了房子 哎 挺北的 他 他说我现在在这个北京的这个房子 我租 嗯 我租出去收的租金每个月上万 我在威海租的那个房子 一个月就几千块钱 对 一两千 一两千 就是这还能挣钱 就有些退了休的 他们现在就这种生活方式啊 就是哎 真的要逃离北京啊 文道老师可能接触的 就是您的个人原因吗 接触大孩子的少 那像我不不不可避免的 全是辣妈群 我觉得这真的是一种 不是说是流行的生活方式 真的是被迫的生活方式 刚才我们还开玩笑说 如果说前两年 我们真的就是为了买房 好多人不得不假离婚 不得为了避税 现在很多人就被迫 被弄成了实质的分居 像我有一个同学 我的中学的同学 他自己是做金融的 那他的身家 跟我们就不是说 差几个零的问题 但他就很实在的跟我说 他是今年 把他的太太和儿子 下决心都搬到了上海和三亚 就让他们在这两个地方跑 他自己呢 常年驻守在北京 做金融嘛 北京的信息多 我说那你这日子怎么过呀 我说这时间长了 两个人谁也不见谁 这怎么能过呀 他说这没办法 总比把儿子毒死好 所以听过这句话 我就说我真的是一个后妈 但我确实 今天早上一打开窗户 我就意识到了这个问题 我也想怎么办 就是我们真的能移得了民吗 其实想想 有了孩子 教育 包括家里老人 这个医疗 这都是一些问题 但我现在发现 商家就是有办法 打个比方 比如三亚 刚才咱们讲的国际学校 现在医疗慢慢也跟上了 听说三民腰医院 在那建分院 而且现在是越来越好 生意红火 说是两点 第一点本来是保障中央手掌 第二点呢 也是以那为去 向南海辐射 但现在基本上就是 北京去的人 还有东北去的这些 爷爷奶奶 成了那的主力军 主要医疗服务 都给这些人提供了 这个有一篇文章的观点 我觉得我倒是挺认可的 就是说 你不能让人民买单 就是说 你到底是什么原因 造成的雾霾 比如说你像你讲 说洛杉矶 当年这个致霾 对吧 那没有说什么 单双号现行的 我有个逻辑 就是说 我花全款 买了这个车 交了该交的 所有的税费牌照 我就有开我车的自由 对吧 你什么汽车尾气 你应该像上游 你这些生产汽油的企业 对吧 生产汽车的企业 你向他们刻意罚款 你让他们提高科技含量 就是 你发现中国的很多事情 都是说 管制者 你不买单 最后老百姓 我们要买口证 我们要买这个 这个净化器 其实我觉得 要是个负责任的政府 至少给他发个净化器 什么的 现在最大的净化器 你怎么让我买 对 还有比 更可怕的 对吧 我们自己想花钱 花不出去 这我跟王冲老师 遇到同样的困扰 我们两个的儿子 都在北京市朝阳区 你们两个的儿子 越说越说 你们 我们没看到 一后爹 一后妈 朝阳区在北京 算最富的区 对吧 纳税额 什么都是最高的 对吧 我们在这读公立学校 我们看人家私立学校 说给孩子装 这空气净化器 我们就羡慕 我们说学校不装 我们自个装吧 我们从一年级开始 到现在读 二年级多了 一年半 家长各种抗争 不行 我们自己花钱 不行 家长的请验书 已经交了三份 不行 为什么呢 学校说了 教委有文件 教委是什么文件 王冲老师看见过 什么文件 看见过 就是教委规定 不准随便 有人往那儿 捐这种东西 你要想捐 可以 那你全学校 就给捐了 就你要捐一个班 你得捐全学校的 像好我们 我学 我儿子的学校 是个新教区 就几十个教室呢 当时 一年级就是 就他们四个班 现在二年级的 就八个班 也就是说 我们为了这 一个班的同学 要捐出四十台进化器 捐了不行吗 不行 为什么呢 还有学校老师的办公区 除了老师的办公区之外 还有公共的室内体育区 什么音乐教室区 等等等等 算了算了 我们也不是什么 大富大贵 不然不去公立学校 我们捐不起 就这样 所以今天 朋友圈里 在流传一个呼吁 我在微博上 也转了一下 北京的国家博物馆 把平面2.5 降到5以下 那基本上是全费 没有污染 说明技术上 是可以做到的 是 那为什么不可以 把每个学校 第一 寒假期间 他们放假了 都给装上空气清新系统 让空气污染指数 降到5以下 或者10以下 大家都在呼吁 就是说 是文物重要呢 还是我们孩子最重要 是过去重要呢 还是未来重要 他在躲人这个 哦 你知道 想去以后躲埋 应该到国家博物馆 顺带顺两件东西 强强三言行广告之后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咱们看看这个霾中风光 咱们可以看看这个照片 瞧 这是这个高铁嘛 这个高铁你知道吗 穿越雾霾区之后 就变成这个样子 在这个时速达到 两三百的时候 尤其是两车交汇的时候 产生的这个空气压 就会把这个尘埃 这个威力 压在这个车身上 你就变成这么一脏车 这某种程度上 也是个行为艺术 象征了 高铁象征着咱们改革开放GDP的 一日千里的速度 但是这个速度 你看带来的就是这么个脏不拉击的 这么一个现状 一个外衣 而且我觉得 朋友圈还有一个北大的 叫什么丁丁 那么一个教授 你看到吗 这个教授呢 我觉得他很有想象力 他也他按照他的算法 就是说 北京的这个雾霾 就是说这个 按照他的算法 就是说 不可能出那么多的钱 比如说一年五千个亿 不可能出这么多钱 去解决这个雾霾的问题 于是呢 他就提出了移民的这个概念 而且我觉得 是不是这教授知识分子啊 他有点对这个 我们这种智商低的人的一种歧视 您就想不提 他提出一个概念 他说叫脑流失 就是什么意思呢 其实这是中国现在 我喜欢攀附权贵 是吧 我接触的人 很多非富即贵 我就跟你讲 就中国的精英阶层 现在是大批的 想要到国外去 呃 有其他的原因 比如说政策上的 法律上的等等原因啊 现在越来越重要的一个原因 是环境的原因 对 孩子的原因 就是有条件的 能去国外都去了 你知道就去不了国外 也到那个山清水秀的地方 于是就变成什么呢 富富了的人 包括高知识的人 就是所谓的 大家说的什么 所谓精英阶层 如果这个阶层的人 频频出去 这个丁丁教授 他就提出一个概念 他说这叫脑流失 脑流失 按照他的想象 就意味着什么 要叫我推理一步 就是说 你这个雾霾再解决不下去 你最后你就是个脑残国家 嗯 所有稍微聪明点的 所有有能耐的 逃离了 你解决不了就逃离 逃离最后之后 剩下的是什么 嗯 剩下的就是这种低教育 低收入 按照丁丁教授的说法 是低智力的 这么一些个人 我们都变留守儿童了 越来越傻 就生活在这么一 沉沉雾霾当中 他的想象力 还想得多了 为什么这两天 在这个雾霾的群里头 移民群里头 突然发现大家 为什么 比如说今天下午 大家搭伙去看大理的房子 就是因为前两天 出了这个外汇管理的新规 突然我发现 有很多人开始着急了 比如之前的这个移民项目 或者看好的房子没买 发现得了钱 全都出不了国外了 只能再重新退回来 再去重新去发掘 国内可以去的地方 所以您说 他这点会不会先于我们 先让上面看见 其实我跟你说 你们看见的是雾霾 据我听一些专家讲 更难办的是水和土壤 这个我有声音 中国的水和土壤 你看不见 你觉得 王老师 你也是这么智库的 你说咱们改革开放30年 不是说成就是打大的 但是现在看出来 这个代价 这个代价 你觉得这还能说是进步吗 那还是进步 这个咱不能否认 不能否认进步 我们也不想回到100年前 他说我们至少从现在起 认真的去找出问题 我是认为现在 各级政府在推诿 拖延 不去认真的去做 你说某个 最近爆出来说 某个企业在夜里 偷偷的往外排放 说我有一个朋友 开高 从高速上开车回来 就经过一个地方 就闻见了刺鼻的味道 就看夜里排出那个滚滚的浓烟 把整个高速都给覆盖了 我前两天从专家口回来 经过一个火电厂的时候 也是在那方圆三公里之内 几乎就是不敢呼吸 关着车门 都能闻见那个刺鼻的味道 就是浓雾弥漫 实际上这个政府知道吗 当然知道 你离北京大概多远 离北京200多公里 在北京和专家口之间 还没到怀来 就是我们当然知道来源在哪 就是说我们现在采取的措施 是限牌 不是说要开会了 限制 有事了让你停产 但实际上一个市场的管理方法 就是应该法律的严格的去规定 就是说我说 如果想治雾霾 中国一定治得了 我有一个比喻就说 在中国还有比计划生育更难的事 就是这么多年 你都不让中国人生孩子 少生几个亿都能做到 雾霾一定治得了 比如长官负责制 雾霾一票否决制 只要是把这个真正的去 黄崇老师 我觉得这个是本质不同 为什么呢 计划生育面对的 都是我们这样的弱民 对吧 叫那个什么OPQ的 那个什么民 对不对 但是雾霾面对的 这些能开得起小厂吗 它可未必 我想给大家分享两件事 第一个呢 就是我的一个大学同学 今天他就在我们这个群里头 就发了一个 他说我能提一个 天问式的简单问题吗 就是大家既然都说 我们不要带血的GDP 我们不要污染的GDP 那现在其实就是很简单 你放慢一下GDP 先把这些厂子 该关的关 转不了的 给他一段时间让他转 但就这么一个简单的事 为什么雾霾这几年这么重 就是这个主席也好 总理也好 每天也能看见 他就是关不了呢 第二件事呢 是我们家的阿姨 她的哥哥呢 是在河北的一个基层的 公安的部门 大概也是一个小的头头 他就说一遇到红色预警 橙色预警的时候 他们的任务之一就是夜里 穿上警服 就去监督关停 但是呢 谁可能365天 天天如一日的夜夜 去给你去关停 这些监督这些 而且你保不齐开这些厂呢 就是什么县长的弟弟啊 什么什么的小姨子啊 什么这些是县城的 就是大家认为上面 你对我有这个环保的要求 但你给了我关钱 你给我钱吗 我官员的钱 我基层生活的钱 还是要来源于这些 所以他就提了一个很简单的问题 北京现在有那么多所谓的精英阶层中产阶级 你们要求致埋 如果让你们每个人拿出一个馒头 一碗米饭来 就去支援这些开厂的这个地区 你能够同意吗 我是这都什么逻辑 我们能让这厂子开起来的 是我们这些接受计划生育的小民吗 现在中国的事很多时候还有那个呢 你说关钢厂 那当时也是你批的呀 对呀 你这事怎么解释呢 你说让我关你就关 我这厂里这么多工人 你就是所以很多 而且你把这个计划生育联系到一起 我觉得也很有意思 你看现在不是放开二开吗 单独 听说现在正在研究 很快就要全面放开 因为发现呢 人口起不来 就是尽管说了 说可以生俩了 发现呢 没有什么生育的这个这个意愿 然后呢 就是说中国的这个人口红利 就已经没有了 然后呢 接下来这怎么办呢 然后就是说 现在就发现呢 社会经济状况和这个环境状况 比你这个政策更能影响人们生不生孩子 就正如你这个环境 比你这个政策更能影响人们 决不决定住在你这个城市 有没有看过那个笑话 就是说为什么二孩放开 没有人生孩子 因为雾霾之下不容易怀孕 有这一说 有这段子 确实是 就是说这个空气 现在水污染 土壤污染 整个对人的身体结果 你看现在 不能怀孕 不能生孩子的30左右 男女特别多 没错 50年前 就说女人就能生孩子 不满移民 我现在就发现 就比如上去个几年 如果你要说你装了空气进化器 新风系统 人家说你矫情 现在大家不是那么认为的 为什么大家觉得不装这个玩意儿 真的身体受不了 同样现在看那移民的妈妈们 我前几年 我可能会觉得矫情 但现在我每当早晨打开窗帘 看到是这种情况 我要把孩子们送去学校的时候 我心里想 这个雾霾移民 真的不是矫情 就感觉是被迫的 无奈 你知道现在有一个文章 昨天看见一个调查 就最不宜居的城市 倒数第一是谁 北京 倒数第二 广州 就是人家根据几个 就是说交通 交通的便捷性 环境就健康 这光这两个条件 你北京就给比下去了 你就是在这个城市里活着 就是越来越浪费生命 到最后是伤害生命了 人家交通的堵塞 使得你在北京一天只能办一件事 你浪费生命了 对吧 这湖进这个空气 你最后伤害 这是在自杀 所以现在我真是身边有些朋友 实实在在的就准备跑了 但是我现在也发现了一个很无奈的问题 就是我身边至少我看到的99%的已经实施了雾霾移民 其实就给家庭的部分移民计划 他所有的人都有一个共同的选择 一定会在北京留一套或者多套有用的房产 而且家庭至少会有某一个成员或者重要的成员 比如说赚钱的爸爸什么爷爷之类的 要留在北京留守 他负责牺牲 总有付出总有牺牲 我们要是检讨一下当年北京首钢 在西边制造了滚滚的浓烟 当时觉得首都怎么能有这么多污染的牵到河北去 现在发现是个地球村 是个蝴蝶效应 甭说是河北污染 北京受影响 那么可能在未来几年 中国的雾霾很快就能伸入到日本 伸入到韩国 跨过太平洋漂到美国 这都有可能 有啊 我看过那个报道 是韩国人还是日本人就提意见了 说到我们这边来了 到我们这边来了 而且就是现在我觉得很多人还是可怜孩子 对 就觉得大人呢 就就就无所谓了 哎 那你说我有时候替政府着着想啊 他又不是一两天能解决的 有人说三十年内就这样了 那就这样了该怎么着呢 作为个人来说该怎么着 是不是只有移民呢 这这是不是这么个情况呢 因为他不像别的 中国人其实性子极 你比如开奥运会 马上北京篮就过北京篮 对吧 但是这北京这种雾霾的现象 看来真的是要至少几十年 那作为生存在这个里面的人 你说该怎么办 其实很难离得开 说什么移民怎么离开 工作呀 什么都在这 那你说怎么办 认识 认识 同呼吸共鸣 是酷 同呼吸共鸣 跟谁同呼吸 共鸣 对啊 有条件的 就就人家 那那这些富起来的人 都在国外住别墅了 那就可以就可以跑了 但还是大部分老百姓的 现在出去住别墅 真是没那么多 你就算一个人购费 每年五万美元 像我有个邻居 就是他三个孩子 在外面读大学 等五万美元以前 还就不够交学费的 这是个现实的问题 那现在管控了之后 那买的房子什么 全歇了 不能再多买了 这是很现实的问题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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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